你敢相信眼前这只猎口女 竟是丹蒙妹子假扮的 眼看她张开樱桃小嘴 准备体验一下拉丝的感觉 我却丝毫不怂主动撅起了小嘴 我之所以这么做 并非是我有独特的爱好 而是因为我的器官会自行修炼 包括五官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 我只是看了一眼功法 耳边却突然想起提示音 你的心脏将入门功法修炼至圆满 突破练气一层 修炼真是枯燥又乏味 我不由自主地伸了个懒腰 你的心脏吸收了朝阳子气 修炼速度将大幅度提升 在我和器官们的刻苦修炼下 终于通过了宗门的考核 但我并没有得意忘形 听说附近有一位蛇婆婆作祟 此地不宜久留 所以要赶快离开这里 可我刚走出两步半 草丛里突然传出稀稀索索的声音 挖好大一颗草 一条蛇尾迅速串出将我缠绕了的结结实实 无论我如何挣扎蛇尾都纹丝未动 这也是一张面目猙獰的脸凑了过来 她在我身上闻了闻 然后感叹了一句 真是一坨香喷喷的小鲜肉 味道肯定棒极了 而我这才认出 她的身份竟是传闻中的蛇婆婆 就在我以为再结难逃的时候 提示音再次想起 你的甚长时间没有见到美女 因此对眼前的蛇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的嘴巴觉得甚说的对 决定尝尝蛇精的樱桃小嘴 经过投票全身上下出了 你全都赞同他们的做法 于是在蛇精震惊的目光中 我不由自主地撅起了小嘴 要不是我还被她的尾巴束缚着 早就亲过来了 眼看够不着蛇精 舌头也跑出来凑热闹 像勾手指那样晃了两下 蛇精顿时就僵住了 哪怕没有碰到也感觉自己不干净了 吓得她连忙将我甩在地上 一阵烟雾生疼过后 蛇精就不见了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只呆萌可爱的粉毛妹子 不过她正气鼓鼓地瞪着我 好一会她才偏过头去冷哼一声 以你你叫什么名字 文言我下意识地说道 我叫叶青叶青的叶叶青的青 虽然但是算了我记住 说话的同时腾空而起 那你也给我记住了 我还会回来找你的 一个是长相帅气 脑子却有病的废柴少年 一个是身材乍裂 修为却逆天的天才少女 明明是青梅竹马且有婚约的两人 长大后却发现仙凡殊途 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然而少年的父亲却无法接受 不惜痛下血本 把少年送到了未婚妻所在的青云门 所有人都觉得她脑子有病 而且没有修炼资质 肯定通过不了入门讨和 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 我仅用两分半便掌握了入门功法 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心脏和气海的配合 不仅是他们还有眼睛嘴巴 鼻子五脏六腑 四肢百孩等也纷纷腰功 因为我的器官全都觉醒了 他们不仅拥有了自我意识 还会独自修炼 正因如此 我被所有人认为 是个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 此刻我刚回到青云门 便看到了一个英姿萨爽的漂亮师姐 殊不知眼前这人 正是我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妻 你的眼睛为了看美女 决定凑近一点 你的腿觉得很赞 已经复出行动 就这样我横着冲了过去 差点没把师姐扑倒在地 带我回过神来 便看到师姐面色阴沉看着我 如果我说这不是我的本意 你信吗 虽然说话的同时 我还用不礼貌的目光 直勾勾地看着她 但这也不是我的本意啊 正当我准备向师姐道歉 然后逃离现场时 你的眼睛觉得飘逸的长发 挡住了视线 于是决定将她拨开 你的左手和气海绝的眼睛 说得对于抢先行动 如此近的距离 加上突然出手 导致师姐都没来得及闪避 见到这一幕的师兄弟们 全都傻眼了 就算给他们十个狗胆 也不敢当众调戏苏师姐啊 不出意外 她会在两秒后将我打飞 因为她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 仅是随手一击 便把我打飞出去两米半影 落地的瞬间 我感到无比庆幸 同时也有些惊讶 眼前这名年纪轻轻的师姐 竟然有浓郁到极点的金单修为 好在她不看南平文 不然我现在连扎都不剩了 就在这时 她丢了一块令牌过来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夜清两字 的确认主后 便是我的身份凭证 我连忙向师姐道了 生谢就要将她挂在腰间 不料师姐看向我的目光 突然有些诡异 这块玉佩怎么会在她的身上 他们是令人羡慕的青梅竹马 从小两家便有了婚约 曾经的他们以为会一起长大 身材炸裂的金单大能 另一个却是毫无修为 脑子也有病的废柴少年 先凡有别终究无法逾越 所以当她看到我身上的玉佩时 便暗自决定要斩断这段成员 此时我刚准备将身份令牌挂在腰间 却突然注意到师姐诡异的目光 仅此一言我就领悟了她的意思 于是连忙将身份令牌揣入怀里 还是师姐比较谨慎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腰间呢 苏师姐若有所思 没意会便有了主意 因为我的资质比较一般 所以她为我推荐了一门好功法 以后修炼上遇到什么困难 她也能指点一下 这就是苏师姐能为你做的了 刚进入传法堂 就有一名内门师兄过来为我讲解规则 你只能在第一层挑选时间只有一天 按照师姐所说 我来到角落里找到了 她说的那本青木长生诀 只不过上面落满灰字 真是狗都不愿意看的那种 但我细细品味后便发现 这本的确适合修炼 因为这是最纯正的炼气功法 而且拥有极强的兼容性 所以我的眼睛嘴巴鼻子耳朵 五脏六腑四肢百海等 应该都能修炼 片刻后我又找到了 两本其他类型的功法 一本是适合心脏修炼的天罡炼体 另一本是适合领海修炼的炼魂法 但这两本都是极难修炼的高阶功法 我不禁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修炼 你的心脏觉得被小乔了提出了抗议 你的领海默默地点了个赞 文言我连忙向他们道歉 别人心痛那都是假的 我这是真心痛啊 求求你们别闹了就选这两本好了吧 当师兄得知我选的功法后 不禁露出了蔑氏的眼神 人贵有自知之明 就你这样的废柴 选择这种功法也是白忙活一场 不如听师兄一句劝 只修炼那本青木长生诀 虽然他说的比较有道理 但你的心脏领海丹田都感受到了羞辱 于是决定对回去 你的眼睛嘴巴鼻子表示愿意配合 哟哟哟 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 他明明是脑子有病的废柴少年 却选择了最难修炼的两种功法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傻子 因为领悟功法的时间只有短暂的一天 以他的天赋别说修炼两种功法 就算领悟前两页都够呛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我仅用25分钟便将三种功法修炼到了大城 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器官觉醒了 他们不仅拥有了意识 而且能独自修炼 此时我自自诛心说的师兄哑口无言 说完我迅速转身走进了参务室 待师兄回过神来想找我麻烦的时候 眼前却多了一道身影 苏师姐前来只是想要知道 我有没有按照他说的做 但师弟回答时的表情有些异常 于是他就多问了一句还有呢 当他得知我选择的另外两种功法后 有些惊讶地嗡了一声 然后留下了一句 等他出来之后让他来找我 目送苏师姐离去 男人擦了擦不存在的虚汗 难怪那小子这么拽 原来是因为有苏师姐给他撑腰 就在这时 功法大成的意向弥漫而出 所有人都在疑惑是哪位天才突破 但只有男人知道 餐物室里只有一个人 此时我也有些猛 我才看完还没开始修炼 怎么就大成了呢 你的丹田因为之前吸收了 潮阳子气催发了木气 修炼速度大幅度提升 你的丹田建议多吃竹笋 吸收木支气 你的嘴巴和四肢默默地 给丹田点了个赞 并决定今晚去紫霞峰 后山的紫竹林里吃竹笋 你的心脏不甘落后 建议吃完后 顺带去紫霞峰的温泉里泡澡 你的眼睛强烈赞同心脏的做法 因为那里是所有男弟子 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我刚走出餐物室 就被师兄给喊住了 本以为他是为了刚才的事情 来找我的麻烦 不料他一脸和善地凑到 我耳边低声说道 但会见到苏师姐 你可要替师兄美言几句啊 文言我一副 你在说什么胡话的样子 我和苏师姐就见过一次而已 这副模样绝对不是装的 师兄先是有些疑惑 紧接着一拍大腿 大胆地猜测脱口 而出苏师姐看上你了 但我却不这么想 他明明是想秋后算账啊 你的心脏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刺激 修炼速度将大幅度提升 在师兄疑惑的目光中 我一溜烟地跑向了后门 直到我的身影彻底消失 师兄忽然想起苏师姐 交代给他的事情 完了这下全完了 如果师姐生气了 他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与此同时 一群师兄弟们在卖力地吆喝着 走近后才知道 他们说的是阵魔冲突 难道要爆发阵魔大战了吗 非也非也 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条新的临时矿脉 但天魔门也要过来奋一杯羹 于是两个门派决定举行一场新秀比动 我一眼便看出师弟 你是条乾隆 就等着这个腾飞的机会 然而他三言两语 却让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待会我还要搞大事情呢 所以一定要低调行事 你的心脏觉得你说的对 为你增加了一些气血 虽然没忽悠到他 不过已经有这么多师弟参加了 肯定能赚一大 另一边 我不由自主地跑向了紫霞峰 哪怕提出抗议 双腿也觉得你说的毫无道理 好在紫霞峰是有阵法守护的 这才让我停下了脚步 我随手抄起一根枯枝扔了出去 原本还是完好无损的木枝 下一瞬便化作了漫天的木屑 这一幕让我不由地生起了退意 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曾经一心求到的天才少女 如今却满脸忧愁 只因废才为婚夫带着定亲信物 找上了青云门 如果自己只是普通资质 也许会嫁给他成就一段佳话 但先反有别成为了他们之间的鸿沟 为此他下定决心斩断成员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苦等一天 叶青竟然没有来 为了调理心情 他打算去后山泡温泉 殊不知叶老六正在后山偷家 此时我看着漫天飘落的木屑 不经心生退意 不如咱们先回去从长记忆吧 你的心脏觉得你胆小如鼠 作为他的主人怎么能退缩呢 你的手脚觉得心脏说的对 给你添加了一分自然灵气 让你不会被护山的阵法给识破 虽然我不怎么相信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试了试 结果一下就穿过了阵法 片刻后 我隐藏于灌木丛之中缓慢前进 不料又引起了全身器官的极度不满 你的手脚决定放开手脚 要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 于是我一路飞奔来到了紫竹林 迎练袭来的灵气让我不禁感态 要是能在这里修炼 速度肯定能快两倍半 说话间我猛然挥剑劈去 打的就是一个出气不易 怎料铁剑当场裂开竹子 却完好无损 这特么就算是石铁兽来了 也不一定能吃掉这竹子 我才冒出这个想法 又被器官们鄙视了一番 你的脑子觉得你蠢透了 咱们明明是来吃竹笋的 你的手决定辅助大脑寻找竹笋 于是一把抓住了一根无辜的竹子 然后使劲把它连根拔起 你的大脑发现了所需要的竹笋 并露斥手脚做得不干净 毕竟这竹子活了几百年 片刻后 附近吉里地在无一根竹笋 在吃掉它们之前 我还是有些担心 要是突然来个人那就完了 你的心脏觉得你又耸了 给你输送了一万多点豪气 你的手和嘴巴 配合这次的行动 决定吃掉竹笋 在全身器官的配合下 我的修为竟然瞬间提升到了练气三层 紧接着练气四层练气五层 一路突破毫无瓶颈 最终我的修为定格在练气九层 爽就一个字 不过被抓到的话绝对会凉凉 你的心脏觉得你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温馨提醒一下该去泡温泉了 你的手脚决定配合这次行动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温泉里竟然还有其他人 这个温泉禁止所有男人进入 而我却在里面泡了两个半小时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温泉里竟然还有其他人 此时我恨不得挖的洞躲起来 要是被他发现了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指引温泉里的人是天才少女苏师姐 这时寂静的温泉里 突然响起苏师姐冰冷的声音 别躲了出来吧 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但苏师姐你能听我狡辩一下吗 苏师姐的回应只有一个字 红石剑指对准了我 然而师姐攻击的目标却不是我 而是身后竹林里的一个黑衣人 见到这一幕的我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还有其他人呀 但战斗的双方都没空理会我的问题 黑衣人一出手就是杀招 想要冻结整个温泉 不料却被苏师姐轻易破解 交手两个半回合后 两人的实力竟然不分伯仲 而苏师姐也知道了黑人的意图 他就是敌对势力派来暗杀自己的 因为自己修炼的身法功法 以及主修木灵器对方都知道 我想走的话你也留不住吧 文言黑衣人冷笑一声 掏出了一根笛子吹的两秒半 苏师姐惊讶地发现自身的灵气 在快速消散 黑衣人迅速掏出匕首 准备蓄力最后一击 苏师姐想了见抵挡时动作 却变得无比迟缓 虽然还是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手臂却被划出了一个血口 此时黑衣人反倒不着急下杀手了 因为匕首上涂满了剧毒 所以并不担心他会逃跑 跑得越快死得越快 正因如此黑衣人膨胀了 一把扯掉面罩露出了真容 原来他是天魔门真传弟子王天煞 见到这一幕的我无比纠结 我这个炮灰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这是我耳边响起了苏师姐的声音 不出意外是让我去找救兵 他表示还能拖延一会 但王天煞手中有那件神秘的法宝 再加上苏师姐已经深重剧毒 所以他说的话 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性的 下一刻苏师姐汇聚全身淋漓于一点 我明明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却能狂山金丹大能的嘴 只因我的器官觉醒后 不仅拥有了自我意识还能独自修炼 更是在不久前集体突破了炼气九层 因此看到苏师姐落难的时候 我在想该怎么逃跑 器官们却在想待会要怎么装 眼看灵力即将到达极限 苏师姐这是打算要自爆呀 于是我连忙出声制止 准确点来说是你的嘴巴说的 王天煞没想到这小子不趁机逃跑 竟然还敢站出来 苏师姐也有些气恼 他竟然不听自己的话 为言我欲哭无泪 你以为我不想跑呀 你的嘴巴觉得是时候该他登场了 如此危机时刻 我又怎能丢下你独自狗活 苏师姐差点被我一番情深意重的话语给感动到了 不过王天煞没有被感动还非常生气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我连忙开口叫停 现在知道求饶弹已经晚了 王天煞丝毫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就绪 你的丹田提供了百分百的灵气 你的手已经准备好了蓄力一击 你的身体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于是朝王天煞勾了勾手指头 你过来啊 见状苏师姐顿时就急了 叶青别乱来你不是他的对手 话音落下 他才发现两人都站在原地没有动手 然而下一刻一种无比清脆的声音响起 王天煞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打飞出去两米半眼 此时他眼中充满了骇然和不可思议 因为在他眼里我明明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但每一次攻击都能打到他怀疑人生 就连天才少女苏师姐都没有看懂发生了什么 但他并没有多想 悄悄地抄起了长剑 在我和王天煞打得正欢的时候 苏师姐突然爆发打了个措手不及 王天煞的眼里满是不甘淡还是隐恨当场 苏师姐这才呼出一口气 然后用诡异的目光看向了正蹲在地上的我 老实交代你还是叶青吗 或者你也捡到了一枚戒指 而里面住着一个老爷爷或者老奶奶 文言我顿时就愣住了 心想你该不会是在自我介绍吧 我当然是叶青 这身在你不用质疑 因为我和原生重名 苏师姐见我信心十足的模样 于是换了个问题 你之前的修为很低 甚至今天才领到功法对吧 曾经一心求道的天才少女 如今却满脸纠结 只因废柴未婚夫竟然跟她有着相同的机缘 如果她能走到自己这一步 也许两人之间还能有在一起的机会 原来苏师姐见识到我的实力后便产生了怀疑 你之前的修为很低 甚至今天才领到功法对吧 眼看答案就要呼之欲出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这个不方便说 苏师姐面容平静 仿佛早就知道她不会老实交代 那就说点方便说的吧 你应该知道紫霞峰是男弟子的禁地 而其中的温泉更是禁地中的禁地 说完苏师姐一摊手 一副看你要怎么狡辩的模样 你的甚觉得不能让美女失望 要好好回答她的问题 你的嘴巴拒绝了这次配合 只想听自我表达 其实我是的天才 自童年起便在暗中保护着人族 但没想到隐藏了这么多年 还是被你给发现了 而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提前得知了消息 听完这话苏师姐若有所思 虽然知道你是在狡辩 但她也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 还好这嘴没有胡说八道 只是在胡边乱造 我刚安下心来想夸奖一下器官们 苏师姐的眉头突然挑了挑 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子竟敢偷袭自己 只见我绝着小嘴越凑越近 嘴里还乌乌说着师姐亲一个 师姐我喜欢你 师姐来帮暖下被窝 苏师姐越听脸越黑到后面都没法拨出来 终于怒气直累积到了某一个点 苏师姐呈现出了我刚才的操作 经过这两下器官们全都老实了 但受到伤害的只有我一个 凭啥我要承受这无望之灾呀 见我安静下来不再闹头 苏师姐这才说起了正事 原来她想把今天的事汇报给宗门长老 所以想听听我的意见 不料却遭到了我的拒绝 因为王天煞只是天魔门的一个真传弟子 还算不上顶尖 但他却能悄无声息地潜入宗门来到紫霞峰 这间接证明宗门里有叛徒 而且叛徒的地位应该不低 或许就是某个长老 如果直接告诉宗主 那宗主势必会跟长老们说 苏师姐觉得我说的颇有道理 于是决定先自行调查一下 没想到叶青你的心思如此缜密 她的一下已经挑了 决定跟这位美丽的师姐表白 听到这话我顿时就急了 为了挽留最后一点形象 于是我不顾器官们的阻拦飞奔逃离的现场 目送我离去的背影 苏师姐有些犹豫要不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不行不行 自己是一心求道的修士 又怎能被这些儿女情长束缚呢 完了完了 叶老六她事发了 不仅被人当场抓获 你的嘴巴还见兮兮地出来包揽责任 这下引得众人群情激愤 更有圣者表示要把她剥皮抽筋 第二天一早 子竹林里突兀地多出了一个坑洞 把视野往上抬一点点 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坑洞 师姐们全都气炸了 只因竹笋是炼制养颜单的主要材料 如今竟然有人胆大包天 偷走了所有的竹笋 要是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绝对会把她剥皮抽筋 殊不知我早就把这件事情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满脑子都是要怎么突破住机 你的眼睛觉得去看看美女 说不定就突破了 于是决定去宗门广场瞅瞅 可我刚出门就看到一群人 怒气冲冲地朝我冲了过来 眨眼间一人来到镜前 强行塞给我一个盒子说道 兄弟这是你要的东西 紧随其后的众人瞬间将矛头对准了我 你的心脏看不懂发生了什么 但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你的嘴巴给心脏点了个赞 决定配合他的行动 王矮虎是我兄弟 话一出口我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 不是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 文言众人顿时露出一副看傻子的神情 别装了快把助机单交出来 众人也纷纷附和就是就是 你别不识相 这可是外门排名前十的葵师兄 被他这么一说我有些惊讶 难道这是天赐机缘 虽然我也很渴望这个助机单 但还是决定归还给他们 不料他们见我一副 慢慢吞吞的模样当场就怒了 现在归还只打断你的一条腿 不然打断你所有的腿 你的心脏觉得叔叔可忍他不能忍 你的嘴巴决定配合心脏的行动 于是歪嘴一笑朝他勾了勾手指 师兄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走了过来 结果却看到我掏出了一个友好手势 师兄被人如此戏耍当场就怒了 他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然后就被我打飞出去两米半眼 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一个刚入门的小子 竟然真的敢动手 你的嘴巴表示 他不仅敢动手还敢动嘴呢 你现在最好跪下较跌 不然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话说事不过三 接连被人如此挑衅 使他已经动了杀心 眼看一抹寒光袭来 你的器官们却没了反应 傻眼了傻眼了 叶老六竟然被人给反套路了 就在刚刚 他的拳头距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 两秒后他会把我撕成碎片 你的心脏和丹田聚集了海量灵力 你的手极度配合发出至强一击 见状奎师兄冷笑一声 静感不自量力跟他对拳 不要我的拳头后发先制 当场将他超飞出去两米半远 见到这一幕 别说是其他人就连当事人的我都猛了 区区外门前时也不过如此 话音落下就听到奎师兄 喊出了那句经典语录 你给我等着 他用最霸气的语气 喊出了最耸的话语 不就是打了小的来老的吗 这种剧情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然而不同的是 王矮虎竟然还赶过来找茬 他先是对我好一番夸奖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也给他回了个友好手势 但他不是一般人非但不尴尬 还向我讨要东西 我自然不会惯着他 当即挥了挥手像赶苍蝇一样 去去去哪来的小孩到一边玩去 这明明是我的东西 王矮虎一听顿时就急了 这可是某个大人物要的东西 再多说一句我现在就叨了你 说完我恶狠狠地瞪着他 不料他丝毫不耸 跟刚才落荒而逃时的模样 仿佛是盼若两人 王矮虎扬起了拳头愤怒 已经一余言表 见状我连忙白手喊停 你确定要动手吗 想好了再说 不然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说话间就听到扑通一声 王矮虎趴在了地上 看到他这副模样 我顿时就乐了 上一秒还一副你死我活的模样 下一秒就跪地哀求 论脸皮厚度我都自愧不如 不过你想拿回这东西 也不是不行 叫爹我就给你 王矮虎以迅雷不及眼耳之事 一连叫了好几声爹 然后飞速抢过我手中的盒子 乐呵呵地离开了 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风中凌乱 过了好久我才无奈地叹息一声 看来这机缘不适合我 不过以我的资质 就算不依靠助鸡丹也能突破 你的丹田听到了你的心声 决定帮助你不依靠助鸡丹突破鸡 以其他的器官听后纷纷表示赞同 只有我一个人表示反对 求求你们别乱来了 她是备受瞩目的天才少女 也是世人眼中的冰冷仙子 可她却有个废柴未婚夫 未婚夫第一次上门找她 却差点被她的追求者给活活打死 原来我提出反对意见后 器官们全都装作没听到 自顾自地跑向了苏诗节所在的院落 在一众弟子疑惑的目光中 我敲响了苏诗节所在院落的大门 所有人都傻眼了 究竟是谁给她的胆子去打扰苏诗节 但接下来的操作更是令众人没想到 只应敲了两秒半没人来开门 于是把双手轮得跟风火轮一样开始砸门 器官们非但不觉得有问题还洋洋得意 这时一名好心师兄上前提醒道 再这样敲下去肯定会出事 文言我欲哭无泪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但他这话却点醒了一众器官 你的腿觉得再敲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一脚踹开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只黄毛制止了我的行动 原来这是外门排名前三的黄世仁师兄 同时也是苏师姐的追求者之一 这下怕是有好戏看了 师兄弟们的议论声虽然很小 但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你所有的器官经过投票决定走为上纪 不料黄毛不依不饶吻哼一声 如爬虫般的东西有多远爬多远 这话让你所有的器官都怒了 你的嘴巴决定配合这次行动 于是就此展开了长达两分半的垃圾话对喷 终是黄毛没说过还被气了个半死 就这点词汇量还想跟我左安键盘侠兑现 真是不自量力 然而黄毛并没有因此退缩 当即一挥手说到快去撕烂他的嘴 话音落下 几人瞬间一拥而上 怎料我突然只向他们身后惊呼了一声 苏师姐来了 维言几人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而我也在此时黑黑冷笑一声 你们别找了苏师姐在梦里呢 说完便送他们进入了梦乡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沉默了 年轻人还是太年轻了 主要是大家都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会使诈 黄毛看不下去当即召唤出武器直接向我袭来 而我也感觉到他身上的修为竟然比我还要浓郁一点 仓促间我凝聚出了一个灵力 护盾进行抵挡 可连两秒都没抵挡住就被长枪击破 还被他一枪挑飞出去 为了攻略冰冷仙子 男人竟然当面教训起了他的废柴未婚夫 还扬言要打断他的第三条腿 但男人并不知道我这未婚夫的身份 而我也不知道眼前的冰冷仙子苏清月就是我的未婚妻 只有苏清月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他并没有当众表明身份 只是看向男人时的目光变得有些冰冷 此时我不免有些焦急 因为这些器官又在装死 你们刚才装得那么厉害 现在怎么都不吱声了 好在危机时刻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 你的丹田为了调动灵力使出了吃奶的劲 你的手准备好了蓄力一击 黄毛怎么也没想到他敢用手音焊长枪 竟然差点击碎了自己的道心 因为本该削铁如泥的长枪面对拳头却不堪一击 好在枪毁人王的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叶青你怎么来了 苏师姐有些惊讶不是说好过几天再来的吗 师姐这人想去打扰你修炼 我这就让他给你道歉再打断他的一条腿 说完黄毛暗自窃喜 这下苏师姐肯定对他好感大增 只不过他没注意到苏师姐的脸色已经冷了下来 然后就听到苏师姐用温和的语气说道 叶青你来之前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既然来了还不快进来别在这傻站着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傻眼了 黄毛甚至怀疑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出了问题 不过他还是迅速回过神来威胁道 你今天敢踏入这门那你就死定了 而我头也没回默默的竖起了根终止 到了院里苏师姐觉得我的功法过于单调 于是决定教我一种功法 经过两秒半的思考 我向他求教了一门速度较快的身法 只不过苏师姐并没有直接答应 你练这个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逃跑的时候能够快一点呀 只因你不需要比敌人快 只需要比队友快就行 苏师姐沉默了好一回后才决定 教我一门名为天机图的功法 本以为这是一门很厉害的顿术 不料苏师姐却告诉我 这是一门很厉害的顿术 我一言我顿势垮下脸来 虽然他们都叫顿术 不过此顿非比顿 我明明想要的是一种逃跑极快的顿术 天才未婚妻却教了一种防御极高的顿术 我有些怀疑他是不是教错了 于是又讲了一遍 可他却表示这门功法很扛作很适合 只因你的情敌实在是太强大了 片刻后 苏师姐将天机图的修炼方法传给了我 怎么样学会了吗 苏师姐语气平淡并没有抱任何希望 你的心脏觉得被美女小瞧了 修炼速度将大幅度增加 经过一众器官投票 决定要在美女面前卖弄一下 你的手脚有些不知所措所幸 直接自我运转 下一刻 我身上的灵力突然开始飞速运转 而我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有苏师姐一脸惊愕 这是要打算突破助击啊 可不依靠助击单突破的成功率 不能说有多少几乎是没有 经过两秒半的沟通 苏师姐决定帮我压制突破 不料她动手的瞬间 一股强悍的气息袭来 差点把她先飞出去 此时我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就已经突破了 没想到我穿越过来 还不到两天半 就从练器一层突破到了助击镜 如果让苏师姐知道 恐怕她再难以天才自居 不过器官觉醒这么神经的事情 自然不能跟她说 不然她肯定怀疑 我是个脑子有病的傻子 既然你突破了那盒天魔门的大兵 你必须要参加 苏师姐的语气不容拒绝 到了晚上我在房间里睡得安详 耳朵却突然发出了警示 你的眼睛为了自身安全 强行睁开了眼睛 并开启了夜视功能 你的身体配合行动瞬间提升 你的耳朵听到了两个人的脚步声 正在偷偷默默的靠近房间 此时两个黑衣人 悄悄默默的到了窗户边 反复确定这是夜清的房间后 其中一人掏出了一根小管子 然后用小管子在窗户纸上戳了的洞 殊不知窗户里的我目睹了全过程 这种套路感觉好熟悉啊 我连忙捏住鼻子躲到了一边 此时你的嘴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以迅雷之速凑了上去 往小管子里吹了一口气 另一边一股白烟冒出 全喷在了黑衣人的脸上 他明明是个无法修炼的废柴少年 却总是被各种天之骄子针对 可我非但不怕 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以迅雷之速凑了上去 含住小管子往里面吹了一口气 另一边一股白烟冒出 全喷在了黑衣人的脸上 顾名所以的同伴看到他咳嗽了好几声 然后就没了动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只可惜黑衣人无法给他答案 就在他疑惑之际 突然注意到门前多出了一道深意 惊不惊喜亦不意外 受亡我脸上竟显得意之色 黑衣人脸上的疑惑更重了 那可是能放倒石头牛的药量 你居然没事 文言我懒得跟他解释 老实交代是谁派你们来的 黑衣人没有说话选择直接动手 但两秒半后他就后悔了 因为眼前这人竟然突破到了助击镜 交手瞬间他就知道自己绝无逃跑的可能 因此面对我的再次提问是 他选择了沉默 不过宁死不屈在我这里可行不通 你仔细想想他每个月才给你多少零食 值得让你为他卖命吗 话音落下他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但经过两分半的友好劝说 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把黄世人师兄给供了出来 不仅如此还透露了黄世兄身后有靠山 可我相当不屑 咱们一身正气岂会惧怕于他 飞翼人顿时就尬住了 这是正气能解决的吗 我稍微沉思了一会便决定放他们回去报信 以帮我转告黄世人 明晚在紫霞峰做的了结 如果他没胆子去那台以后见我都得叫爹 飞翼人觉得这样说有些不妥 但还是表示一定会把原话带倒 片刻后我咨询了另一个飞翼人 因为要劲太大他过了两分半才回过神来 而他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扬起拳头就向我砸了拐 其料被我轻松化解还爱了一嘴巴子 再次经过两分半的友好劝说 同时黄世人看到狼狈不堪的黑衣人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他十分纳闷 见状黑衣人不敢隐瞒一五一时的把事情说了一遍 黄世人听后脸色越来越阴沉 直到听到那声跌 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完了完了我的器官终于要造反了 全身上下包括脑子没一个消停的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床上酣睡 身体突然蹦搭起来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渴望声 你的眼睛要看小姐姐 你的身眼想看 你的手表是赞同 我明明是个证人 君子卫和器官都是些不正经的玩意 说完器官们却不为所动 哪怕我用手捂住耳朵 都能听到他们的欲望回响 就在这世门外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器官们全都安静了 开门后我有些惊讶 原来是坑货王安虎 但王安虎比我更加惊讶 他是来找叶青师兄的 不是来找这损货的呀 你的器官觉得被这坑货给小瞧了 决定要自由发挥一下 怎么就不能是我 我就是叶青 叶青就是我 但是叶青师兄已经铸鸡了呀 你昨天出手的时候 修为最多也就练起九层 既然不信念一事便知 我当即决定要报昨天的仇 王安虎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一巴掌拍飞出去 跌落在地时 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是助击修为 什么 你还不信想要再试一下 见我一副随时要动手的模样 吓得王安虎连忙起身求饶 草民见过叶师兄 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夸赞之词 都给我整无语了 两秒半后 他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行了找我有什么事 原来王安虎是为了和天魔门的 新秀比斗之事 虽然我没有报名参加 但突破助击的弟子都默认要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比斗是生死决斗 一不小心就会要命 所以王安虎只说了很危险 但重要的部分给隐瞒了 不过在我千年杀的威胁下 还是知道了真实情况 天魔门弟子肯定不会放过 杀青云门弟子的机会 既然这么危险那我不去了 王安虎你想个办法帮我推掉 文言他连忙摆了白手 刚想说自己没办法 却见我指着他说到 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 那就让你尝尝千年杀的威力 到了晚上 黄世仁如约而至来到了子竹林 本以为这次能干掉叶青 奇料一群暴怒的师姐 从竹林里面冲出 指着他惊喜地说到破案的姐妹们 肯定是他偷走了所有的竹损 文言黄世仁满脸冷汗 想要狡辩一下 可师姐们根本就不听 他明明是青云门第一天交 却爱上了脑子有病的废柴少年 如今少年被迫参加门派之争 他竟当众说出要等他活着回来 所有人都感动坏了 只因师姐没说出少年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 我刚起身就一脸打了好几个喷嚏 感觉是被某个黄毛给骂了 这时王安虎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 要不是他说想到了办法 绝对免不了一顿痛揍 可他的办法却是成为内门弟子 届时就不用参加新秀比斗了 但成为内门弟子的条件是精丹修为 而我根本不会修炼这身住机修为 全是靠器官修出来的 所以当即否定了 他这个看似很有用 实际上行不通的办法 王安虎脸色一变 那就只能用那个办法 如果能装受伤的话 也可以不用上场 听完这话 我差点没忍住动手打开一顿 这个办法偏偏自己还行 想骗别人你当别人是傻子呀 可王安虎却露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 只因他就是这次新秀比斗的负责人 我就静静地听着他在那里吹 就插在脸上写着不相信三个字 王安虎淡淡一笑 掏出了一块金灿灿的令牌 然后无比得瑟地在我面前吹起了口哨 虽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但他手中那块是真的执事令 不过在千年杀的威胁下 他还是把真实原因告诉了我 因为这次带队比较危险 其他人根本就不愿意去 所以宗盟给了他一个进入秘境的名额 两天半后 宗盟广场前集结了一堆人 因为这次比斗不允许执事以上的人物参加 所以宗盟安排了传送阵 让他们通过传送阵前往比斗的位置 片刻后一名老者和一名少女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见状王安虎连忙上前跟老者汇报了情况 两人嘀咕了几句 然后将目光看向了少女 清悦你跟过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苏清悦瞥了一眼人群中的少年 略带温婉的声音从他口中说出 一定要活着回来 话音落下众人感动不已 纷纷表示一定会活着回来 你的心脏有些感动 你的手想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来了来了 没想到正魔比斗的裁判竟然是一只猪腰 可魔门弟子当面扶杀青云弟子 他却装作视而不见 还声称自己的双眼比火眼还厉害 绝对不会看错 就在刚刚 三长老一挥手打开了传送法阵 众人陆续走入了法阵当中 可轮到我时 王安虎却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是以我小心点最好等到最后再进去 我有些不明所以用得着这么谨慎吗 但王安虎一再强调 让我提起了几分警惕 很快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见状我率先走入了传送阵当中 可刚出来迎面就是一抹寒光 一名天魔门弟子挥舞长剑朝我杀了过来 但他实力太低被我轻易躲过 而地面上已经躺了许多青云门弟子 随后出来的王安虎脸色一变 快跑咱们被埋伏了 说话坚毅把长刀刺到了面前 不过凭借多年混迹的经验让他躲了过去 只要对方还有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 眼看对方再次杀来 王安虎心下绝望真要完了呀 突然一个势大力尘的拳头冒出将对方打飞了出去 我默默收回拳头感叹了一句 不过如此 两分半后剩余的魔门弟子全都落荒而逃 不过青云门这边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弟子 随后在王安虎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大笔之地 可我却有些吃惊 入眼的尽是面露讥讽的魔门弟子 还有为首的一只巨大猪妖 众人在他面前如同是两个半月大的孩子 可我非但不怕还想给众人展示一下超高的烤乳猪手艺 你的胃表是还不愿暂且放他一马 经过王安虎一番解释我这才知道 原来青云门信不过魔门 魔门也是如此想法 所以就请来了妖族的这只猪妖做裁判 猪妖当即表示自己绝对会宫廷宫正 不会偏袒他人 这话让青云门所有人都怒了 刚才魔门偷袭你怎么不管 文言猪妖冷哼一声 哪有的是我怎么没看见 天魔门弟子也纷纷附和 就是就是他们这是污蔑 眼看这么多人支持自己猪妖越发嚣张 反观青云门弟子 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猪妖被他们问候的有些不耐烦了 一股强大的气势生腾而起 堂堂青云先门禁被一只小野猪欺压 我的心脏再次提议给大家演示一下 该如何烤乳猪 就在刚刚 猪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一声震天吼叫下的众人连连后退 见状王矮虎连忙上前解释 猪妖冷哼一声做了回去 再敢污蔑本官定然饶不了他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比赛吧 众人面面相去疑惑的问道 猪大人你还没说比赛规则 文言猪妖用小脑思考了两秒半 青云门的所有人脸色皆是一变 反观天魔门却露出了满脸不屑的笑容 其中一名魔门弟子走上前来叫嚣要打十个 王矮虎也不甘落后大声说道 叶青有伤在身赞且休息 其他人准备战斗 话音落下所有人都犹豫了没人愿意打头阵 这一幕让魔门弟子更加嚣张 一群龟孙赶紧上来挨打 这话顿时激起了青云弟子的怒意 其中一人果断朝他杀了过去 到了近前魔门弟子才不及不缓 双手合时结了个反应 下一瞬青云弟子竟直接穿过了魔门弟子的身躯 可他却没有半点喜悦之色 因为那不过是对方留下来的虚异 而真实的魔门弟子在他身后结出了一个血红色的猪网 猪网瞬间发出将他彻底束缚住 魔门弟子宁笑着掏出了一把长剑 看见几方赢得这么轻松 其余魔门弟子纷纷夸赞 王矮虎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午 他们犯规使用了暗器 然而猪妖却表示对方没违规 因为规则就是他定制的 文言众人忍不住破口 大骂但也奈何不了他 猪妖只是展露了一点气势 就将众人压倒在地 赶紧比赛去 再敢胡言乱语 猪爷爷把你们全杀了 王矮虎气的全身发抖默默捏紧了拳头 你的心肝皮肺肾手脚耳鼻 听了这猪妖的话觉得很不舒服 我有些无奈的说道 你们就别出来捣乱了要看看自己的实力啊 接下来又有几人冲了上去 不过结果却无一例外 本以为这是一场势不关己的比斗 可没想到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 看着青云门弟子一个个冲上去 然后又一个个倒下 他们之中不乏强者能和天魔门误开 却被对方用卑鄙的手段偷袭 一阵烟雾袭来差点让他晕厥过去 魔门弟子宁笑着落下了长刀 可没想到青云弟子突然抬起了长剑 两人都被命中了要害纷纷倒了下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惨实在是太惨了 这是一名光头上前顶替了魔门弟子的位置 怎么这就怕了吗 现在跪下叫爷爷可以饶你们不死 闻言又又又有一名青云弟子站了出来 给交手不过两个半回合 就被光头找到了破绽 光头当着青云门所有人的面一把捏断了他的脖子 猪妖看得津津有味催促到快点下一个 王安唬气的浑身发抖却没人敢出头 但空中突然出现一只灵力大手 随便抓住一个青云弟子扔了过去 这说好的公平公正呢 你连演都不想演一下了吗 猪妖却不以为意 再敢多说半个字直接送你们上西天 这场比斗也没有任何意外 被光头三拳两脚打了个半死 不过青云弟子在冰死之际突然抱住了光头的手臂 然后巴唧一口吃了一小块肉 所有人都下意识闭上了眼睛不忍心看接下来的画面 两秒半后光头愤怒的叫嚣到快滚过来 你们别磨蹭了俗话说的好早死早超生 这话气得又又又有一名青云弟子站了出来 你压得敢这么嚣张我去会会你 这时沉默已久的王安虎终于开口了还是让我去吧 他无法眼睁睁的看着所有人都倒在他面前 可你是我们的领队啊 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但回应他的只有王安虎绝绝的背影 现状我不由长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这小子还有点血性 就是不知他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王安虎竟然跑得贼快 凭借这点仅用两个半回合就将对方打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的精神都为之一震 而我也露出了果不其然的表情 这小子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少年出身名门正派却使用各种阴险招数 他苦心修炼两年的千年杀 让对手露出了极为享受的表情 可他不仅没有遭受到师兄弟们的鄙夷 还受到了一番夸奖 因为对手是更加阴险狡诈的天魔门弟子 他们秉承着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只要能干掉对方就是最好的方式 看到光头倒在血泊之中 青云弟子终于兴奋的抬起了头 赢了真的赢了王师兄真给力啊 不过他的方式是不是太恶行了点 听我这么一说中弟子纷纷掩面浮额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时一名脸上挂着诡异笑容的魔门弟子走了过来 他舔了舔涂满剧毒的手指夸赞到 你变态的程度都快赶上我了 然而王矮虎没有废话打算估计重施 可没想到百事不灵的攻击却被轻易躲了过去 王矮虎难以置信对方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眨眼间魔门弟子来到了近前 脸上猙獰的笑容清晰可见 王矮虎双手结印使出了缩身成寸 显之又显的避开了对方的致命一击 下一瞬魔门弟子突然转身一把抓住了王矮虎 紧接着用力一摔地面顿时出现一个深坑 一只大脚紧随其后打算直接把他碾死 看到这一幕中弟子纷纷惊呼出声 更有慎哲已经开始念哀悼词了 王师兄一路走好 但王矮虎再次双手合时终于亮出了底牌 差那间王矮虎的身躯拔高五米半变成了一尊巨人 魔门弟子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变得极为难看 王矮虎很是轻易地抓住了对方 冷笑着问道被俯视的感觉怎么样 另一边清云弟子笑着说道王师兄真不地道 不仅吓到了对方还把自己人吓到了 反观魔门弟子那边的脸色已是极为难看 不过关键时刻总会有人破坏气氛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这个想法正不正经 说话间王矮虎解决掉了那个魔门弟子 这时身后突然想起结结结的笑声 又一名魔门弟子上前扔出了长刀 王矮虎躲避不及顿时被打飞 出去倒在了地上 刚才还洋洋得意的清云弟子 瞬间变了脸色指着魔门弟子大骂baby 就连我身上的器官都快忍不住了决定要亲自出手 不过以我对王矮虎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死掉 出手了出手了 我的器官终于出手了 器官们竟然抵抗住了美色 一脚踩在了魔教辣妹的脸上 就在刚刚王矮虎躺在地上装死 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然后趁其不被完成了反杀 不过王矮虎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浑身上下遍布伤痕 天魔门弟子借机嘲讽 这人的阴险程度比我们亲传弟子还厉害 该不会是我们魔门的卧底吧 不管他是不是卧底 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一名魔门女弟子上前来说道 不过我可以给你个选择 选择自己的死法 他嚣张的话语 响彻整个大笔之地完全不知何为低调 王矮虎催了一生就凭你也配 说话间果断出手朝他杀了过去 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 虽然想象十分美好 但现实却很残酷 王矮虎被他一巴掌扇飞出去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还敢叫嚣 你拿什么和我斗 说话间女人高高地举起了一个大板斧 下一秒斧头落下就要将王矮虎劈成两半 你的腿表示无法再做官狗咬狗 决定要亲自出手 差那间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冲了出去 一脚踩在魔门弟子那张本就不精致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的青云弟子全都目瞪口呆 挖了好大一棵草 这新来的竟然这么猛 就连魔门弟子也不例外 露出了同款吃惊的表情 劫后余生的王矮虎突然想起 叶师兄那可是助机修为啊 于是王矮虎做了一个违背良心的决定 他连忙道谢一声 叶师兄这里就交给你 然后瞬间消失躲到了众人身后 早知道这样就不来救你了 我心里抱怨着 可身体还将在原地动弹不得 你们别浪了 这可是生死赛 一个不小心咱们都要玩 你的腿热血上头坚决不走 你的全身器官都表示赞同 这话让我欲哭无泪 还是让寡人走吧 我才是正主你们不能违背我的意愿了 这时女人终于回过神来沉声说道 你竟然敢踩我的脸 不过看在你是小白脸的份上 待会人家会慢慢的在你身上 划出七七四百九十的口 文言我脸上浮现出一层冷汗 心想这下完蛋了 看到我窥然不动的身影 一众青云弟子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你全身器官都处于热血沸腾状态 实力发挥百分之二百 你的丹田觉得还不够 决定发挥百分之三百的力量 眼看魔门弟子的毒手来到了眼前 我下意识偏一身位躲了一下 不料这一举动又引起了 全身器官的极度不满 咱们不能耸耀硬打 断时我的身体将在的原地动弹不得 魔门弟子看出了我的异常 冷笑着杀了过来 这小子肯定是吓傻了 见状一众青云弟子 纷纷焦急的喊道快躲开啊 他明明拥有最强的力量 然而自己却不知道 引得一众师兄弟们纷纷为他担忧 你在干什么快躲开啊 话一落下 就看到魔门弟子被我一拳打飞出去 众人一脸震惊 原来他不是被吓傻了 而是完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身为当事人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魔门弟子倒地惨叫出声 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的右手出手了 魔门女弟子擦了擦脸上的血怒道 你这混蛋还敢打我的脸 我要杀了你 说完他飞跃而起再次杀了过来 这次的速度足足比上次快了两倍 可我丝毫不慌甚至没有抵抗的准备 不过身体却自行运转 做出了攻击姿态 下一秒重重的一拳 再次打在魔门女弟子的脸上 本就不好看的脸更加难看了 随即我不由自主的一个胯部跟了上去 一把揪住了魔门弟子的衣领 然后使出了盗版的降龙十八掌 一掌比一掌重 每一掌都打在了魔门弟子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的魔门众人都怒了 这是赤果果的侮辱魔门呀 反观青云弟子却有一股莫名的爽快感 就要这样摁在地上摩擦他们 看着狼狈不堪的魔门弟子 我淡淡地问了一句 怎么样认输了吗 谁料这话让魔门弟子更加愤怒 不过这笔要了他的命还要难受 因为男人动手摧毁了他的丹田 做完这一切我黑黑冷笑一声 既然不愿意认输那咱们就慢慢玩 女人文言眼中有血光浮现 你为什么要废了我 我要杀了你 他念念叨叨地重复着这句话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女人身后 师妹我来替你报仇 女人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说到多谢师兄 文言师兄突然出手揪住了他的头发 师妹你已经废了修为 不要白白一散不如给我怎么样 男人虽然在询问 但不管他答不答应 这修为最终都会是他的 随后我就看到了惨不忍睹的同门相残 少年出身名门正派 却使用各种阴险招数 他苦心修炼两年的千年杀 让对手露出了极为享受的表情 可他不仅没有遭受到师兄弟们的比喻 还受到了一番夸奖 因为对手是更加阴险狡诈的天魔门弟子 他们秉承着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只要能干掉对方就是最好的方式 看到光头倒在血泊之中 清云弟子终于兴奋地抬起了头 赢了真的赢了王师兄真给力啊 不过他的方式是不是太恶行了点 听我这么一说 众弟子纷纷掩面服额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时一名脸上挂着诡异笑容的 魔门弟子走了过来 他舔了舔图满剧毒的手指夸赞到 你变态的程度都快赶上我了 然而王矮虎没有废话打算估计重施 可没想到百事不灵的攻击 却被轻易躲了过去 王矮虎难以置信 对方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眨眼间魔门弟子来到了近前 脸上猙獰的笑容清晰可见 王矮虎双手结印使出了缩身成寸 显之又显得避开了对方的致命一击 下一瞬魔门弟子突然转身一把 抓住了王矮虎 紧接着用力一摔地面 顿时出现一个深坑 一只大脚紧随其后打算直接把他碾死 看到这一幕中弟子纷纷惊呼出声 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念哀悼词了 王师兄一路走好 但王矮虎再次双手合时终于亮出了底牌 差那间王矮虎的身躯拔高五米半 变成了一尊巨人 魔门弟子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 变得极为难看 王矮虎很是轻易地抓住了对方 冷笑着问到被俯视的感觉怎么样 另一边清云弟子笑着说到 王师兄真不地道 不仅吓到了对方 还把自己人吓到了 反观魔门弟子那边的脸色 已是极为难看 不过关键时刻总会有人破坏气氛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这个想法正不正经 说话间王矮虎解决掉了 那个魔门弟子 这时身后突然想起 结结结的笑声 又一名魔门弟子上前扔出了长刀 王矮虎躲避不及 顿时被打飞 出去倒在了地上 刚才还洋洋得意的清云弟子 瞬间变了脸色指着 魔门弟子大骂baby 就连我身上的器官都快忍不住了 决定要亲自出手 不过以我对王矮虎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 出手了出手了 我的器官终于出手了 器官竟然抵抗住了美色 一脚踩在了魔教辣妹的脸上 就在刚刚 王矮虎躺在地上装死 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然后趁其不被完成了反杀 不过王矮虎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浑身上下遍布伤痕 天魔门弟子借机嘲讽 这人的阴险程度 比我们清传弟子还厉害 该不会是我们魔门的卧底吧 不管他是不是卧底 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一名魔门女弟子上前来说道 不过我可以给你个选择 选择自己的死法 他嚣张的话语 响彻整个大笔之地 完全不知何为低调 王矮虎催了一声就凭你也配 说话间果断出手朝他杀了过去 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 虽然想象十分美好 但现实却很残酷 王矮虎被他一巴掌扇飞出去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还敢叫嚣 你拿什么和我斗 说话间女人高高地举起了一个大板斧 下一秒斧头落下 就要将王矮虎劈成两半 你的腿表示无法再做官狗咬狗 决定要亲自出手 差那间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冲了出去 一脚踩在魔门弟子那张本就不精致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的青云弟子全都目瞪口呆 挖了好大一颗草 这新来的竟然这么猛 就连魔门弟子也不例外 露出了同款吃惊的表情 劫后余生的王矮虎突然想起叶师兄那可是助机修为啊 于是王矮虎做了一个违背良心的决定 他连忙道谢一声叶师兄这里就交给你 然后瞬间消失躲到了众人身后 早知道这样就不来救你了 我心里抱怨着 可身体还将在原地动弹不得 你们别浪了这可是生死赛 一个不小心咱们都要玩 你的腿热血上头坚决不走 你的全身器官都表示赞同 这话让我欲哭无泪 还是让寡人走吧 我才是正主你们不能违背我的意愿了 这时女人终于回过神来沉声说道 你竟然敢踩我的脸 不过看在你是小白脸的份上 待会人家会慢慢的在你身上滑出七七四百九十的口子 文言我脸上浮现出一层冷汗 心想这下完蛋了 看到我窥然不动的身影 一众青云弟子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你全身器官都处于热血沸腾状态 实力发挥百分之二百 你的丹田觉得还不够 决定发挥百分之三百的力量 眼看魔门弟子的毒手来到了眼前 我下意识偏移身位躲了一下 不料这一举动又引起了全身器官的极度不满 咱们不能耸药硬打 断食我的身体将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魔门弟子看出了我的异常 冷笑着杀了过来 这小子肯定是吓傻了 见状一众青云弟子纷纷焦急的喊道快 好 就在猪妖准备宣布大笔结果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烟雾中传出 慢着 谁说我死了 谁说我们耸了 魔门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没死 另一边青云众人激动的攥紧了拳头 真是太好了 叶师兄竟然还活着 我还没死你们继续 虽然我不由自主面无表情的说出这话 但眼中的杀意已经明为实质 让不少人都悄悄的往后退了几步 然而自诩为天才的人却不以为意 他当才已经受了重伤 实力找探出朝男人的心脏抓了过去 下一刻我的左手后 发现这眨眼间就制服了对方 直到脖子传来咔嚓一声 他还是满脸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你放开我 文言我随手将他丢在地上 满足了他最后的一个心愿 然后我向魔门一方瞥了一眼 用不含任何感情的语气说到下一个 可话音落下全场鸭雀无声 刚才疯狂叫嚣的魔门弟子全都毙了子 你们这就耸了吗 竟无一人赶上来应战 听到这番话的魔门弟子再次怂恿到 咱们这么多人不用怕他一起上 但大家都感觉到了那小子的诡异 明明只有助击 其却拥有着远超助击的实力 眼看还是无人赶上 那就只能我自己上了 当即刷的一下消失在原地 如疾风掠过带走了好几个魔门弟子的性命 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产生了同样的一个念头 疯了 这家伙疯了 杀神这是一尊杀神 大家快跑啊 你干嘛跟着我分开跑啊 不然大家都跑不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还真是魔门的做派 不过你们以为能跑得掉吗 你的腿为你提供了百分之五百的速度 一道血光掠过魔门弟子纷纷倒地 完了完了 我们根本就跑不掉 其中一人满是绝望的说道 而其余人认清现实后 竟主动下跪举起了双手 投降 我们投降了 眨眼间的功夫 地上气刷刷的跪倒了一片 可我的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我允许了吗 你们就投降 闻言魔门弟子慌忙看向身后 朱大人救命 我们都投降了 爆肝了爆肝了 我的肝竟然真的爆了 就在刚刚 魔门众人希望朱大人出手就他们一命 我竟敢当着朱妖的面一拳贯穿他的胸口 就连朱妖都没料到 你给我住手 既然魔门投降了此次大笔就此结束 然而我的动作丝毫不停一刀一个 魔门弟子接连倒下 这本就是一场生死决斗 何来投降一说 你现在提着是不觉得是在打自己的脸啊 朱妖气得差点犯了狂犬病 但现在还处于鄙视阶段 他也无法插手 直到无力的栽倒在地 场上在无一个活着的魔门弟子 见状青云众人迅速跑了过来 为首的竟是身受重伤的王埃虎 你们别担心 屈居致命伤让我歇一会就好 你的丹田耗光了 灵力暂时需要沉睡 你的四肢太过劳累需要沉睡 你的心丹皮肺腎等器官表示需要沉睡 这一战让平时有精力造反的器官们全都瘫痪了 对于我来说算不上什么好事 但绝对也不是什么坏事 另一边朱妖气得脸色涨红 死子如此逆天以后绝对是妖族的心腹大患 所以死子断不可留 朱大人别发呆了 该宣布胜利者了吧 王埃虎略显轻松的声音传来 朱妖冷哼一声满脸不情愿地宣布道 此次大笔结果是青云宗获胜 为言众人满脸激动 咱们能胜利简直就是奇迹 这多亏了叶师兄还有王师兄 这是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叶青违反了鄙视规则该杀 话音落下场上的气氛再次变得剑拔弩张 王埃虎直接搬出了青云门 试图吓唬这只猪妖 可猪妖丝毫不怕直接动手 更令他们绝望的是在场这么多人 却无一人是猪妖的对手 即便如此咱们也要保护好叶师兄 说完王埃虎带领众人冲了过去 可猪妖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想象的 仅一个照面王埃虎就倒下了 其余众人更是连半秒钟都没支撑住 眼看猪妖距离叶师兄越来越近 可我的身体连动弹一下都变得无比艰难 更别说躲避逃跑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危急时刻我再次选择了求助 大佬们别睡了再睡下去咱们就要完了呀 然而这次回想让我彻底没了希望 你的器官都陷入了沉睡中无法回应 此时猪妖已经到了眼前 但她却非要装插几句 尽管如此我还是满脸绝望 完了完了 这下是真的要完了 就在这时 你的肝听到了你绝望的呼喊 并决定爆肝 猪妖装完后仰起拳头说道 你小子安心上路吧 看到这一幕的王矮虎突然垂死 并中心坐起 大喊了一声夜师兄永别了 少年一心只为宗门历经九死一生 可他回归宗门等待 他的却是被克扣的奖励 师兄弟们的白眼和嘲讽 以及某位全是滔天寺长老的故意针对 就在刚刚面对猪妖的必杀一击 我从肝脏那里压榨出了最后一丝力量 威势极为恐怖的一拳朝猪妖打了过去 见状猪妖急忙后退不敢应接这一击 想不到这小子竟然还有反抗的力量 而我钻井拳头凶狠的说道 你再感动一下 我绝对能在临死之前吃上红烧排骨 猪妖不为所动的哼了一声 猪爷爷我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胁 不过今天出门匆忙家里煤气忘了关 我先回去关了煤气再回来跟你打 直到猪妖的气息彻底消失 我才呼出了一口气 一口气呼出我全身黏软无力倒了下去 最后看到的一幕是王矮虎和师兄弟们 焦急的冲了过来 他们口中大声喊着什么 可我迷里糊糊的根本听不清 第二天中午 我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回到了熟悉的大床上 虽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在做梦 这是一名师弟端着一碗汤药走了过来 这是单行专门熬制的元气汤 文言我拿起药碗咕嘟咕嘟两下就喝完了汤药 脑海里再次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你的胃已经满血复活 觉得元气汤药还可以再来三大碗 于是我将目光看向那名师弟 能再来一碗吗 师弟连忙摇了摇头 这汤药十分珍贵是专门奖励给师兄的 平时只有长老才能引用 文言我立刻察觉出了不对劲 我立了这么大功劳还有其他的奖励吗 师弟干大地挠了挠头 如果我说没了师兄你该不会要揍我吧 虽然心里早就有猜测 但听到这话我还是被震惊了 我为宗门流过鞋 岂能遭受如此不公的对待 师弟满脸尴尬 替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分钟的凶险时刻 最重要的是拿到一条零食矿麦就给一碗破汤 师弟表示很是同情 但有没有可能你在这里跟我讲也没什么用啊 文言我觉得很有道理 那算了我现在去找三长老理论理论 这时王矮虎突然冒了出来 示意那名师弟先出去 要跟我单独聊聊 而我也在他这里得知了四长老针对我的真实原因 天才未婚妻近上门找我退婚 因为他即将突破超凡境 一路超凡 先凡有别 为求长生他决定与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做个了断 殊不知 他眼中的废柴少年仅仅是修炼了两天 修为就达到了金丹边缘 因此得知奖励被四长老克扣以后 我当即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王矮虎你跟我去找四长老理论一下 不行的话就直接动手打他 而孙子张魁 说完我抄起衣服朝门外跑了出去 不料王矮虎再次把我拦了下来 叶师兄你冷静点 四长老他极为护短这样做恐怕不妥 文言我强压怒火说道 你怕什么 难道他还敢杀害功臣吗 这回王矮虎没话说了 不把他想打出来 算他拉得干净 话说到一半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我看见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苏清越满脸疑惑 这还是他以前认识的叶青吗 一点都没有名门家族的温和儒雅 反倒是越来越像小混混 四所间就见我恭敬的行为一礼说道 苏师姐好 苏师姐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女孩别过头去再次思索了一回说道 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听说你受伤了我过来看看 不远处默默偷看的王矮虎 意识到两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不然苏师姐这种天骄 怎么会来关心一个刚入门不久的弟子 而我也是满脸迷惑 不明白师姐怎么会对我如此关心 难道他也想对我图谋不轨 就在苏清越准备掏出玉佩 表明自己未婚妻身份的时候 我却想到了某种可能吓得急忙跑开了 多谢苏师姐关心我身体没有什么大碍 我这还有点急事要忙 就先走了回头再聊 见状他急忙开口叫住了我 带我回过头来 他又不知从何说起 女孩傻傻的站在原地 嘴巴保持着微微张开的状态 好一回他嘴里都没说出半个字来 最终羞愧的别过头去说道 没 没什么事 你先去忙吧 虽然感觉苏清越今天怪怪的 但我也没多想叫上王矮虎 继续去讨要奖励 留下了满脸忧愁的女孩 她的修为即将突破 师傅为了稳妥起见 让她斩断红尘牵连 可是到临头她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天才少女只是想找我退婚 可没想到我却急着找师弟 玩捉迷藏没空理他 而且两人玩的还不是一般的捉迷藏 就在苏清越胡思乱想的时候 王矮虎急忙小跑跟了过来 叶师兄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跟苏师姐是什么关系 具体到哪一步了 我一言我思索了好一会才回到 我跟他才认识几天呀 你别多想了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 如果你依旧觉得有问题的话 那只有一个可能 王矮虎顿时来了兴趣 快说呀快说呀 那就是因为我长得太帅 苏师姐也无法免俗被我吸引了 王矮虎一脸黑线自己干嘛嘴尖论这个呀 片刻后 两人鬼鬼祟祟的到了一处院落门口 王矮虎指着里面说道 张奎那小子就在那边 随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只见张奎正和一群姑娘们玩捉迷藏 想不到他还真是长得丑丸的花呀 我越想越气还找什么四长老呀 直接打他孙子更爽 我一步跨出来到他的面前 而他还在蒙着眼睛到处乱摸 下一刻他摸到了我的手笑道 这小可爱的小手好像有些粗糙呀 你平时要注意保养回头哥哥送你几瓶养丹 说完他还想得寸进尺 站站姑娘的便宜 殊不知眼前这人掏出来比他还大 两秒后张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一把扯掉蒙住眼睛的布条 出现在眼前的人竟把他吓了一跳 不仅不是可爱的小姑娘 还是他的仇敌叶青 见状他口中骂骂咧咧的 就准备带着一群姑娘回去玩点别的花样 可这里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我说过今天不把你想打出来算你拉得干净 听到这话张奎和一群姑娘们全都笑 就你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不料话未说完一个蕴寒凌厉的拳头朝他面门打了过来 下一刻拳头落在脸上直接将他抄飞出去 而他直到现在还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怎么敢的你怎么敢打我的 文言我一脸黑线打的就是你 都说负债子常你爷爷欠我的东西一天不还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虽然但是张奎也没为自己找辩解的理由 不过你真当我是软狮子可以随便揉捏吗 话音落下 一股极为恐怖的气势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显然已是助击镜 助击小事第一仗爷爷是长老强行克扣我的奖励 当我上门讨要时 他竟直接祭出玲珑宝塔 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 殊不知我同样是助击修为 而且巅峰时期能把金丹吊起来打 见状张奎很是惊讶 怪不得你敢来找我的麻烦 那你知不知道我爷爷是谁 不提他爷爷还好一提我就更来气了 反手又给了他两个大逼兜 打不过老灯难道我还打不过小灯吗 张奎以为我没弄清楚情况 直接爆出了爷爷四长老的身份 你就不怕我爷爷的报复吗 说话间五指成找再次起来 然而却被我轻易躲开 手腕被我死死恶住 弄不清楚情况的是你吧 我就是因为你爷爷才来打你的 不说那个老灯还好越说我越生气 扬起小手又给了他几个大逼兜 听到动静前来围观的师兄弟们全都惊若寒蝉 这新来的师弟好勇呀 连四长老的亲孙子都敢打 文言王矮虎露出一副你们有所不知的模样 我偷偷跟你们讲 叶师兄和苏师姐的关系很好 在关系好这几个字上故意加重了语气 听完这话众人有的气氛无比 有的人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那岂不是可以随便打了 这时张奎终于忍无可忍 祭出了自己的底牌玲珑塔 就算你是助击又怎样 在玲珑塔的攻击下绝对撑不过两招 见状王矮虎心下大惊大声提醒道 叶师兄你要小心 此塔是玄界兵器威力极为巨大 另一边我的表情依旧平静 虽然器官们都在修养无法处理 但凭借着我自身的实力 应该可能大概就够了吧 望着来势汹汹的张奎 我却没有半点要闪躲的意思 当即双手合十大喝了一声天击土 刹那间灵气汇聚成了阴阳鱼浮现在我身后 张奎不禁冷笑出声 真是不自量力想以肉身抵挡住玲珑塔 简直是在找死 说话间玲珑塔的几道攻击已经来到了面前 张奎已经预料到下一秒蘑菇云升腾而起的画面了 然而想象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 玲珑塔犀利的攻击被天击图禁数挡下 看到这一幕的张奎都呆住了 难道自己的玲珑塔是假的吗 而我也没料到这天击图竟然这么强 现在有些懊恼之前和魔门比斗的时候都没来得及施展 服了服了 助击小师弟这下是真的服了 就在刚刚小师弟手段进出甚至使用了爷爷留给他的保命底牌 可没想到却破不开一个小小的天击图 见状张奎腾空而起 想再次催动手中的玲珑塔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你觉得我还会再给你动手的机会吗 说话尖搜的一下来到他面前 重重一脚踢在他的小腹上 张奎顿时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连忙求饶道 你先等等别打了 我有话要说 我爷爷真的是四长老 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 说完张奎料定就算他胆大包天也不敢再动手了 不料我平静的脸上又露出了怒容 你特么的耳朵不好使吗 我就是冲着你爷爷才来打你的 怎么样服不服 要说服不服那肯定是不服的 张奎直接撂下了狠话 今日你敢打我 未来必定把你大卸八块 文言我把手指捏得咔咔作响 就你还敢嘴硬不好 好让你吃点苦头是不行了呀 可张奎却没有半点害怕 因为他还有一群忠诚的小弟 来人拉给我上 话音落下 一群人从角落里冲了出来 少爷别害怕 我们绝对不会看着你被打的 说完几人转身拔腿就跑 张师兄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你自求多福吧 见状张奎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是我的声音再次传来 好了就剩我们两个了 今天绝对要把你打到服为止 听到这话 张奎急忙那头变败 大哥在上 是小弟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别打了 而我一阵无语犹豫着 到底要不要继续动手 片刻后 我来到小方桌前坐下 想试试他是不是真的服了 在他毕恭毕敬的给我浸茶以后 我却只喝了一口含在嘴里 然后趁气不被全喷在了他的脸上 你这什么破茶叶一点都不甘甜 张奎有些无语的问道 大哥 茶叶有甜的吗 这话一出我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当即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仔细想想真的没有吗 我突然想起家里可能真有这种茶叶 大哥你在这里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拿过来 望着张奎落荒而逃的模样 王爱虎小声说道你这样做他 不怕他爷爷四长老吗 我一年无反问道 害怕有用吗 他已经针对我了 难道他会因为我不做张奎而放过我吗 曾经在青云门之手遮天的顽固大哨 如今却对一介废柴少年毕恭毕敬 就在刚刚 王爱虎善意提醒道 四长老心胸狭隘 如果看到孙子这番模样 肯定会把你往死里整 这时张奎端着茶壶一路小跑过来 大哥 茶来了请喝茶 文言我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顿时间有种顿悟的感觉 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悟到 随即我惊讶地问道 这是什么茶 竟然让我凌厉一散 浑身通透 而张奎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大哥这是悟到茶 宗门一步不到几十枚的量 可谓是极其珍贵 听到这话 王爱虎震惊地说道 悟到茶我听说过 但是还是第一次见 这种宝贝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张奎满脸不在意的一抱拳 我从我爷爷那里偷来的 专门孝敬给大哥 文言我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人都是坑爹 你这是坑爷啊 不过你这个小弟我收了 不料话音未落 张奎就单膝跪地一抱拳说道 大哥请收小弟一半 这举动让我有些羞愧地低下了一点头 我承认刚才下手是重了一点 但你别往心里去就行 眨眼间又过了几天 你的手脚已经觉醒 你的胃已经恢复 并想要吃点东西 你的丹田已经恢复 你的肾已经恢复 没有器官们的日子有些枯燥乏味 可他们恢复了又吵着闹着要搞事情 不是偷看小姐姐就是偷看小姐姐 这时王爱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叶师兄 叶师兄 我又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这么着急 还不快点细细到来 原来宗门发布了一条特殊任务 王爱虎怕自己搞不定 所以就来找我一起 但是任务内容王爱虎并没有细说 我们先去抢到任务再说 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文言我越发好奇了 神神秘密的到底是什么好任务 竟然还怕别人抢 片刻后 看到这一幕的我直接傻眼了 还以为王爱虎信口开河 没想到真的有这么多人 思索间王爱虎已经挤了上去 师兄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抢任务 说完他强行挤入了人群中 边挤边喊 各位大哥大意 给小的一个任务吧 就这样又过了一会 没想到王爱虎真的拿到了一个任务令牌 而且还是一件美差 不仅能一保眼福 还能让器官们消停一会 我只是接了一个不夸使者的任务 竟同时引来了宗门里两个全是滔天的长老 其中一个还是我小弟的爷爷 也就是扬言要把我大谢八块的那个老灯 原来这次任务是护送青云宗圣弟妹的一位古国公主去探亲 而任务奖励是其他任务的百费 文言我露出了赞许之色 隔天早上 三长老对着众人再三强调这个任务的重要性 一定要保证公主的安全 可弟子们却不以为意 听说公主很漂亮能赶上苏师姐 关键是这个任务比较轻松奖励又极为丰厚 就在我准备出发的时候 三长老突然开口叫住了我 只见他取出了一个火焰环绕的珠子 然后递了滚 见状我不解的问道 三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收下吧 这个就当作是给你的补偿 其实你和摩门大战遭受不公 待遇本长老都看在眼中 但四长老是大说到这里 他无奈的叹了口气 得知原因后我到了生谢 不过此事我已经解决了 可三长老却板起了脸满脸不信的样子 小小年纪就养成了吹牛的恶心 还是趁早改掉为好 就在这时一道浑厚的声音传来 让两人同时一惊 回首望去便看到了一个捕兽灵循的小虎 三长老有些惊讶地说到四长老你怎么来了 说话的同时 他一个箭步上前将我护在了身后 我警告你别乱来 叶青有任务在身 说完三长老立刻施展了传音术 叶青你快跑这里我给你挡着 不料我却表示不用了 三长老背着张脸直接喝倒 头疼这小子怎么就不听话了 如果四长老直接动手又该怎么办 当然他怎么也没想到四长老不仅没有动手 还反手丢给我一个储物袋 而且里面装的还是上次新秀大笔战胜魔门时获得的奖励 虽然这本就是我应得的东西 但还是恭敬地对四长老行了毅力 见状四长老满意地说道 我孙子张奎 任你做了大哥闹我们之间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本长老 正在看戏的三长老已经被震惊到语无伦次了 你干嘛露出这副表情看我 本长老又不是什么心生狭隘的人 在他们说话间我已经溜走了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多谢两位长老 以前看别人的都是刁蛮小公主 可到了我这里竟是刁蛮小丫鬟 而公主却目不作声 就在刚刚我兴致冲冲地来到了任务集合点 可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 本以为能凭借公主的美貌安慰一下我的器官呢 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某人悄悄告诉我公主在马车里 咱们这种护卫是没资格见她的 文言唯一整个大无语真当自己是古代的公主 咱们这里是修仙世界啊 遇见飞行不好吗 为啥偏偏要坐马车赶路呢 这时王安虎低声说道 这事情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的耳朵表示好听爱听多说 王安虎接着说道 你知道咱们青云宗圣地吗 废话 我当然不知道 这下王安虎也无语了 不知道你说话还这么有底气 换的耳朵不好使的人说不定还以为你知道呢 就在这时 马车内走出一堵黄毛对着众人大声说道停 公主需要休息原地待命 听到这话众人纷纷嘀咕起来 不愧是公主才走了多久就要休息 这样下去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京城啊 另一边王安虎在滔滔不绝吹嘘着圣地 反正里面的人都是天骄 而圣地最少每隔十年才会招收一两位弟子进入 听说苏师姐这次有很大概率能进入圣地 可我听了半天还是一脸疑惑 你虽然吹得很溜 但这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呢 王安虎一副会莫如生的模样 这关系可大了 相传公主体落多病是脱了很大的关系才进入了圣地 正当他准备继续的时候 黄毛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你们两个给我闭子 片刻后 黄毛一挥手大声说道 启程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队伍后面我小声问道 我们这么多人护卫公主回去是为什么 难道会有人对公主动手吗 王安虎也不知道毕竟皇家太乱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山顶传来 站住 此树是我开 此山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公主来 闻言我一脸飞泻 你们俩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马车上 黄毛再次走了出来 说道去个人把他们处理掉 被小乔的飞风战双煞很是愤怒 抄起斧头便冲了下来 然而交手不到一个回合 就被青云弟子轻易斩杀 不料掉落时 有一点血液溅到了马车上 见状黄毛立刻指着他怒道 你们能不能慢点血都溅到马车上 沉破的公主 雕蛮的丫鬟 种种迹象表明丫鬟更像公主 就在刚刚 青云弟子在和敌人交战时 不小心将红色液体溅到了马车上 谁料黄毛静直接开口训斥 完全不顾及别人是否在战斗 亲眼看到大哥被人斩杀 飞风在扇上怒吼一声跳了下来 混蛋我要杀了你为大哥报仇 然而双方实力过于悬殊一个照面 就被秒杀了 也不知道青云弟子是不是有意 将他的尸体朝某个方向踢了过去 黄毛正气愤的突然听到了砰的一声 一个人砸在了马车上 而且掉在了他旁边 这下黄毛更生气了 你们这些人做事 毛毛躁躁惊扰了公主是大罪 而且马车都被你们弄脏了 听到这话青云弟子连连道歉 是是 是我莽撞我这就清理马车 黄毛很是无奈只能让所有人停下休息 因为公主受不了血腥味 要先清洗马车再出发 收到通知后我已经无力吐槽了 真是矫情啊 受不了血腥味还休什么先 还不如去看从来不水的小安说慢打发时间 不料这话竟然让黄毛给听到了 他冒出头来指着我怒道 你再敢多说一句试试 吓得我连忙闭上了嘴 叫上王安虎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按理来说一个山寨不可能指出来两个人 除非他俩是修仙大能 但从结果上来看他们显然不是 片刻后 两人来到了黑风寨 隔得老远王安虎就闻到了血腥气 而我也想到了某种可能迅速冲向了山寨 可入眼的近视惨烈的画面 就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 你觉得家被偷了那两个山贼 还有心情去抢劫我们吗 王安虎在青云门莫爬滚打 多年自然明白我的意思 应该是有人利用那两个山贼 探亲我们队伍的信息 他们为了以除后患不惜徒人满门 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万一被偷家那可就不好了 王安虎恩了一声却突然回头看了一眼 回到住地后我又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公主迫是真多竟然还待在原地 谁到这话又又又又又让黄毛给听到了 你这是第几次说公主的坏话了 维言我吓得一跳你这家伙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是马车里传出了公主的声音 连而把说话的那个人给我叫过来吧 别人争破脑袋都想见一面的皇朝公主 可我却避之不及 因为我知道有其仆必有其主凑上去纯粹是找念 然而按照怕什么就来什么的定律 黄毛只向两人说道 你快过来公主叫你呢 听到这话我碰了碰 王安虎满脸不在意的说道 还不赶紧过去公主叫你呢 王安虎疑惑的挠了挠头真的是叫我吗 下一刻黄毛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瞬间来到我面前指着我怒道 叫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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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了没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理由推脱了 不然奖励不就完了吗 人果然是不能长太帅 就连公主都被我深深吸引 刚来到马车前 身后又响起了黄毛的警告声 我劝你和公主说话的时候正经点 然而公主却不以为意 并想要跟我仔细交流一番 文言我略一思索就同意了 虽然不用讨好他 但万一拒绝后被他记恨上了 肯定会故意恪扣我的奖励 一路上我跟他讲了一只猴子和七个仙女的故事 在讲完三打白骨精后我就停了下来 公主略带急切的声音传了出来 后面孙悟空又去大闹天宫了吗 不是的 后面有些累了我不想讲了 听到这话公主试探心 问道要不你进马车里来说 可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不太好吧 不料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我来了嘿嘿 看到这一幕的黄毛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见到公主的瞬间我愣住了 看来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呀 叶青你好 我叫方元 你不用叫我公主 可以叫我师妹 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而我还在感慨十五六岁的小女孩 竟然能长得这么漂亮 你的嘴巴下意识回了句好的运 公主没料到我会这么亲密地称呼她 脸上浮现出了一点点桃红 这时我回过神来连忙转移了话题 接下来给你讲一个红楼梦的故事 保证不比刚才那只喉叉 说完正准备跟公主大吹特吹 不料体内的器官突然躁动起来 你们一个个的又不是没见过仙女都给我安分 两个两个半小时后 我满脸疲惫的贪坐在地 没想到讲故事也这么累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在一起了吗 文言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没有 公主再次好奇地问道 那她是和潘金莲在一起了吗 我一身的反骨终于压制不住了 有危险时会自动保护好公主 没危险时我就是最大的危险 就在刚刚 公主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询问林黛玉有没有和潘金莲在一起 我刚准备再跟她大吹一下 却突然听到了耳朵发出的警示 有危险靠近请马上趴下 文言我不由自主地扑向公主将她保护在怀里 而公主还以为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她行不轨之事 就在这时 搜的一声好几只箭矢插在了公主刚才所在的位置上 公主你没事吧 见我一副极其关心的模样 方云儿无语了 随机修红的脸拿起手帕挡住我的视线 然后小声说道 我没事你能先起来吗 文言我小脸修得通红 虽然我不是故意的 但还是不要解释了 既然你没事 我先去外面看看是什么情况 方云儿只是轻轻地嗡了一声 到了外面 我就立刻向黄毛询问具体情况 从哪里来的奸臣贼子竟敢袭击公主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黄毛竟然人都没看见 只知道被别人盯上了 而且对方的实力不弱 这时我的耳朵动了动又听到了嗖的一声 根据声音判断应该是冲着我来的 下一刻 我右手探出很是轻易地抓住了飞来的箭矢 可仔细一看居然是普通的箭矢 看来又是试探攻击 如果被对方摸清楚底细的话 想到这里我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接下来咱们加快行军速度吧 最好把之前的安排通通打乱让敌人措手不及 可黄毛却不满地说到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话让我一阵无语 你爱听不听我这只是给你的建议 说完我就转身想要回到马车里面 不料黄毛突然制止了我 你给我下来你不能进去 即便我再怎么解释这是要保护公主的安全 黄毛却满脸不幸 你进去公主才不安全 就在这时 公主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连而放开叶青让他进来吧 虽然黄毛心里很是不爽 但还是只能望着他满脸嚣张地走进了马车里 也不知道他得一个什么劲 不过是个会有嘴滑舌的小子爸爸 马车里 我十分严肃地问道 公主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好你问吧 为什么我们非要坐马车回去 这不仅浪费时间还危险重重 直接飞回去不好吗 黄巢公主虽有着盛世美颜 却没想到竟然是个傻白甜 明明是关乎性命的问题 结果得到了一个玩笑式的回答 你的意思是像孙悟空那样一个 惊斗十万八千里吗 听到这话我无语了 上一秒跟你讲的故事 下一秒就拿我寻开心 突然马车一阵晃动 我不由自主地朝公主贴了过去 而方云儿已经僵住了都不知道躲一下 随即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环抱住她 然后对着外面询问起了详细情况 得知只是碰到了一块石头后我松了口气 这时方云儿修红的脸说道 叶青你能不能先起来再说 你以为我就不想起来啊 好在关键时刻器官们都非常的给面子 两人在尴尬的气氛中又聊到了 为什么不飞回去的话题 方云儿修红的脸说 其实他也不知道这都是他王兄的决定 因为这样不仅能体察明清同时也能磨练自身 听完这话我一脸黑线的感慨了一句 你王兄心挺狠啊 方云儿却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说什么呢 王兄他人很好的 文言我一整个大无语 傻白甜说的就是你 就在这时 两人突然听到了轰隆一声 马车也随之飞离了地面 而我在反应过来后 第一时间扑向了方云儿 公主别怕我来保护你 不料这一次竟然没有扑到 两人四目相对尬聊了好一会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吧 我也没事 之后我实在受不了尴尬的气氛 以查看情况为由溜了出去 方云儿又只是轻轻的嗡了一声 到了外面只见一片狼藉 没想到对方竟然用火器偷袭 黄毛大声指挥着众人做好防御措施 若是见到敌人格杀勿论 说完黄毛看到了那个令他气愤的身影 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公主在里面没事吧 想到这里他急忙跑向了马车 生怕公主受到半点伤害 方云儿有些自责地说道 我没事 但这次受伤颇多都是因为我 可黄毛却不想跟他纠结这些 当即说到叶青你在这里保护好公主 我去捉住那贼人 文言我没有答应 因为黄毛怎么看也不像是个高手 还是你在这里照顾帮我去查 黄毛摆了摆手说道 你不行 只会有嘴滑舌的小子 除了陪公主解门还能干些什么 文言我的器官们没一个生气的 除了我自己 曾经脾气火爆一点就炸的最强器官 如今被黄毛丫头嘲讽 不行却没有生气 因为器官们不屑于理会弱者 片刻后 黄毛无功而返被我嘲笑了好久 自知理亏的黄毛也没有与我争辩 冷哼了一声要你管 随即来到公主面前说道 没有发现贼人的踪迹 恐怕他们早就离开了 突然身后响起了一道剑兮兮的声音 不是吧不是吧 那要你还有什么用 黄毛气愤的回头瞪了一眼 吓得我连毛捂住了嘴巴 玄机又露出一副自信的模样说道 既然你不行 那就由我去把贼人找出来 说完也不管黄毛的脸色有多精彩 拽起旁边的王矮虎就向远处走去 这时黄毛心情复杂的说道 公主你别跟那个只会有嘴滑舌的小子走太近 以免打雷的时候牵连到你 与此同时 王矮虎有些不自信的问道 现在还能找到他们吗 那当然啦 少废话跟我走 而我之所以这样自信 是因为不久前器官们探索到了对方的踪迹 不过他们手里有灵能武器 咱们也得小心一点 刚才受到袭击时一半以上的师兄弟都受了伤 这时王矮虎再次提议到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这深山老林的哪会有什么贼人 文言我知道是时候 请笛子和耳朵两位大佬出来装插了 刚想到这里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提示 你的耳朵发动了技能耳听八方 察觉到了东南方向有异常的动静 我招呼了一声王矮虎 然后迅速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文言王矮虎一脸疑惑咬了咬牙跟了上去 虽然他什么也没看出来 但还是不管了反正夜师兄都上了 很快两人来到了有异常的地方 让我疑惑的是四下非常空旷 而我却找不到对方 因为他们身上有隐身符 只要不发出声音就无法发现他们 可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个挂逼 你的耳朵提示贼子应该就在附近 看到这一幕两人都有些慌了 他应该知道咱们在这里 不过有隐身符 在他不可能找到我们 这时在周围仔细查看的王矮虎 跑了过来 这里什么都没有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可我却没有理会他 到这以后耳朵就失灵了 不过能确定对方就在这附近 别人严心拷问时都会得点机会回答 可我却直接拔出了长剑往他的身上捅去 明明这里有两个人 你为什么要捅我 还敢顶嘴是吧 我反手又是一件 男人都猛了 明明是他在顶嘴 你为什么要捅我 就在刚刚 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鼻子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于是我便按照提示的信息找了过去 可眼前出了一堆杂草却什么都没有 这让我不惊奇 难道他们隐身了吗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两个贼人早已满头冷汗 但心里还是抱有一丝侥幸 有隐身符 他不可能发现咱们 王矮虎也跟了过来 叶师兄你在看什么呢 文言我笑着回到看野狗啊 你没看见吗 王矮虎吃了一惊 连忙查看周围 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可我却对着某个方向扔出了长剑 妖孽还不快快现身 见状两名贼人暗叫不好 迅速跃起躲到了一边 贴在身上的隐身符也随之掉落 王矮虎也是满脸震惊 没想到这里竟然真的有人 叶师兄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但现在显然不是聊这个的时候 因为两个贼人已经冲了过来 不料王矮虎突然跃起 施展了另一个堪逼底牌的神通 随着一声巨响响起 贼人已经被镇压在脚下无法动态 见状我不禁感慨到这小子藏的真身 说不定还有不少底牌以及机缘 这时身后响起了嗖的一声 另一名贼人出现准备对我图谋不轨 可他不知道的是 我的拳头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若不是其他器官不配合 早就过去打他了 下一刻 平平无奇的一拳落下贼人吐血三声 这是什么技能竟然如此厉害 王矮虎突然冲了过来 捉拿贼人的事就不劳烦你 片刻后 两个鼻青脸肿的贼人被绑了起来 接下来是审问环杰依旧由王矮虎来负责 可贼人却表示你算什么东西 休想得到一点有用的情报 违连王矮虎也不生气 罩着他的脸上就来了好几下 不成想他们不仅没有屈服 还威胁王矮虎放了他们 不然后果很严重 王矮虎也不惯着他们 大巴掌抡的呼呼作响 片刻后 王矮虎满脸怒容的问到 现在可以说了吗 贼人依旧在犹豫顺便拖延了一下时间 正当王矮虎准备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无情铁掌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我的声音 你这种无效审问太浪费时间了 还是让我来吧 接下来我问你们答 谁答上来我放过谁反制我就削谁 文言两人却不以为意 就这种威胁那胖子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可我也没有管他们什么态度 直接问到是谁派你们来的 话音落下 两人依旧不为所动 很好都不回答是吧 下一刻 长剑刺出扎在了贼人一的身上 剑状贼人满是不服的问道 宁宁她也没有回答你为什么要扎我 可我却表示我乐意你管的招吗 第二个问题你们叫什么名字 话音落下两人一口同声地喊到张三李四 可我的长剑还是落了下 给出的理由却是你比他慢了一点点 张三满脸不服 宁宁是一起说的为什么说我比他慢 好啊 你还敢顶嘴是吧 说话间我又给他补了一刀 小公主一说谎就会脸红 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原本我只觉得好玩想要跟他开个玩笑 谁到境意外发现了表面单纯的 他在背地里瞒着我这么多的事情 原来在不久前 我以德服人成功让两名贼人 弃暗投名主动交代 就连王矮虎都忍不住夸赞 你这德虽然厉害 但他有点不正经 经过好几轮的询问 我大概的了解了两人的信息 接下来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很关键 是谁派你们来的 话音落下两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是空虚公子派我们来的 空虚公子是空虚山的一名散修 唯言我很是满意 既然你们都学会抢杂了 那我就不问了 听到这话两人都有些忙 但还是争先恐后地 交代出了空虚公子的信息 可两人没说几句 突然口吐鲜血 然后就没了气息 见状我认出这是诅咒 一旦说出某种信息 就会立刻出发诅咒 杀死这两个人 看来幕后之人 并非如我想的那般简单 很快我和王矮虎 带着他们的尸体回到了柱底 与此同时 黄毛在公主旁边提醒道 我们已经休息足够的时间了 也该出发了 方云儿却显得有些犹豫 可是叶青他们还没有回来 黄毛一脸无语 那小子就是随便找个理由出去 现在早就跑得没影了 莲儿姑娘 背后说人坏话要长真眼的 黄毛被这话吓了一跳 反观方云儿 却是满脸欣喜的模样 叶青你们终于回来了 文言我随手将贼人丢到了一边 然后跟他们大概地解释了一下 当得知他们是空虚公子派来的时候 方云儿惊讶地用手帕捂住了小嘴 看样子公主和这位空虚公子认识 听到这话 公主连忙否认 然后快速走向了马车 莲儿我们也该出发了赶紧走吧 反应这么大还敢说不认识 这其中肯定有大问题 片刻后 两人坐在马车内一言不发 方云儿是叹性问道 你怎么不说话了 然后就听见我反问道 你有事情瞒着我 你和那个空虚公子认识对不对 方云儿撇过头去 不敢于我对视 真的不认识啊 可我却指着她的鼻子说道 你一说谎就会脸红 方云儿原本微红的小脸 刷得一下就红透 你别走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 皇朝公主一说谎就会脸红 却没想到她知道我知道的情况下 还打算骗我 此时两人又重新做到了一块 方云儿不情愿地说出了 空虚公子和王兄认识的事情 听到这话我没有半点情绪波动 因为早就猜到了 幕后真凶是她的王兄 然而方云儿却满脸坚定地 说道这不可能 我王兄对我很好 可我却没有与他争辩 掀开帘子大声喊道 莲儿快停车 黄毛一脸不紧 叶青你又想倒什么呀 好好地停什么车 只见我把公主给拽了出来说道 我们不坐马车回去了 我们直接飞回去 为言方云儿顿时就急了 这可是王兄对他的考验 他又岂会轻易放弃 可我却直接堵住了他的子 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紧接着给了他两个选择 第一直接飞为黄兜 第二直接掉头回朝先踪 方云儿弱地说道我选第三 继续坐马车回去 听到这话气得我差点想破口大骂 好在黄毛及时制止 才让公主保住了双青 随即我的怒意就转移到了黄毛的身上 凶大无脑 一边玩去 请客间一份怒意转化成了两份 黄毛想反驳回去 却发现他说对了一半剩下的是污蔑 这时方云儿终于决定直接飞回去 到时候他会去跟王兄问个清楚 隔职消息后我连忙招呼众人 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们 早就该这样了 修仙怎么能靠走路 就是啊 这一路过来差点就看到太奶了 片刻后 众人再次感慨到 才飞了一会就走了一半的路程 还是叶师兄英灵神武啊 可这时我突然听到了耳朵的警示 前方三宫里有不正常的声音 并判断有问题 听完这话 我连忙招呼众人停下 不明所以的黄毛已是十分不满 叶青你又想搞什么 突然停下来很危险的不知道吗 虽然嘴上在抱怨 但还是听话的回到了地面 落地后 我再次挥了挥手 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大家原地休息 黄毛还以为我发现了什么问题 没想到竟然是想要偷了 即便他很气愤 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最多在公主面前说两句我的坏话 男人的二弟竟然有了自我意识 想要出来晒晒太阳 这可把妹子给吓坏了 连忙张开五指五指眼睛 就在刚刚 黄毛看不惯我的行为 于是对着方云儿说道 公主你也不管管他 真是气死我了 可方云儿却没有如他所愿 连二 叶青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 公主你可别被他骗了 我看他就是想要偷懒 这种人就不应该让他留在队伍里 然而方云儿依旧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 山崖上的几个蒙面人有些疑惑 他们也没飞多久怎么就停下来了 对啊 怎么突然休息了 难道察觉到了危险吗 闻言我反问道你也看出来了吗 叶师兄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是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才会停下来 没想到你都看出来了 连二竟然没看出来 听到这话 王矮虎脸色骤变 难道师兄是怀疑连二有问题 可我却没有多说 毕竟没有证据 怎么能凭空无人清白呢 随即起身招呼了一声王矮虎 咱们去把埋伏在前面的那群家伙给干掉 不料黄矮又跳了出来 他指着我大声之问道你要去干什么 闻言我一阵无语去哪里你管得着吗 黄矮顿时气急语气也加重了几分 我命令你不得擅自离队 这是你的任务 你必须留在这里 可我却没有理他静止向前走去 黄矮一气之下也跟了上来 你不回去我就一直跟着你 我当即对旁边的王矮虎比了一个手势 别看戏了 直接谅家伙让他知道咱们不好惹 见状王矮虎立刻掏出了两把大刀 叶师兄你就说把他切成多少份吧 黄矮被吓了一跳 你们竟然还敢动手 真是反了你们 我让青云宗治罪你们 见状我也被吓得不轻 直接给了王矮虎一个暴力 谁让你拿刀的赶紧收起来 王矮虎一脸忧怨地望向我 不是你让我亮出家伙的吗 旋即我将他拽到一边低声解释道 此家伙非比家伙 让你亮家伙不是真的让你亮家伙 此刻的黄矮一脸问号 被着别人密谋所招 是直接背对别人吗 很快两人的目的达成了一致 我再次对着黄矮问道 你真的不愿意离开吗 黄矮依旧坚定地表示 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话音未落 就见我和王矮虎一把扯掉了腰带 见状黄矮的小脸顿时羞的通红 你们要干什么 我要尿尿你也要看着吗 反正我是无所谓的 片刻后 远处传来了黄矮的声音 我要回去告诉公主 杀了你这个臭流氓 可我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你的二弟没有晒到太阳有些不满 他强烈要求其他的器官 配合他完成这个合理的心愿 叶老六只是换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就把准备偷袭的黑衣人耍得团团转 就在刚刚 我和王矮虎摆脱黄毛后 很快就找到了准备偷袭的贼人 两人躲在石头后面 静静地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时王矮虎压低声音拍了几具马屁 说完再次掏出两把大刀 便要上去解决他们 见状我连忙把他拽了回来 你给我回来别轻举妄动 王矮虎显得有些疑惑 不去杀了他们吗 文言我有些后悔带他过来 这妥妥的是猪队友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实力吗 万一打不过该怎么办 听完这话 王矮虎立马有个主意 师兄的意思是把师兄弟们全喊来是吧 就在他准备喊的时候 我迅速冲过去捂住了他的子 这猪队友一点都不安分 差点就坏了我的好事 片刻后 王矮虎不满地说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究竟要怎么办 文言我歪嘴一笑 掏出了两件看上去很眼熟的黑色衣服 拿着把它换上 见状王矮虎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衣服和那三个人的一模一样 转眼间两人便换好了衣服 并决定去会会他们 此时几名黑衣人还在抱怨 这些人是猪马休息了这么久还不走 身后突然想起了一声立刻 你们三个在干什么 文言三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你们是谁 我当即再次喝到 好大的胆子 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其中一名黑衣人惊讶地说道 他们身上的衣服和我们一样 难道也是 另一名黑衣人连忙制止了他 闭嘴别乱说话 这可是会掉脑袋的 随后几人从身份这个话题 逐渐演变成了骂战 王矮虎这个暴脾气 哪能受得了这个 当即便要上去教他们做人 可我却再次把他拦了下来 你们要我证明身份是吧 那我就直说了 我也是大皇子派来的 而且我的目的跟你们一样 也是为了前面的那群人 具体来说是为了公主 此话一出 很快就消除了几人的疑虑 随后我和他们决定一起行动 这时我提议到 站在这里太明显了 不如咱们趴下吧 这位兄弟你说的太对了 咱们赶紧趴下吧 几人趴好以后 却发现还有两个人站着 而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掏出长剑朝他们挥了过去 我帮公主找到了 刺杀他的幕后主使 可他却说刑讯逼供 说出来的话不能当真 因为他不相信一父异母的 亲哥哥居然会派人暗杀自己 就在刚刚 我和王矮虎降服了两个黑衣人 还有一个宁死不屈 你杀了我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用公主丢下两人先走一步 方云儿虽然是个傻白甜 但也不是没有好处 叶青她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在等等吧 黄毛一气之下又气了一下 玄机以大家的安全为由 劝公主离开 不然等敌人围过来就危险了 就在这时 我和王矮虎赶了回来 听到黄毛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我早就见怪不惯了 反正公主也不会听她的 看到王矮虎手里还提了一个 方云儿疑惑地问到这个人是谁 这是埋伏在前面的贼子 听到这话黄毛指着我怒道 你随便抓个人来就说是贼子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贼子 可我却没有急于证明 反而问他为什么不去质问贼子 而是来质问我 文言黄毛顿时满脸冷汗 这时我一脚踢出将贼子踹翻在地 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快如实招来 然而任凭我怎么踹他就是不说 我无奈地看向了王矮虎 小王给他整个活 小王不愧是专业的 捅了几十刀 他却只受了点轻伤 片刻后 贼子终于受不了了于是连忙喊停 可王矮虎却没有停下的意思 黄毛突然跳出来跟我说起了皇朝刑法 你这是刑讯逼供 他说出来的话也不能做数 文言我看向了贼子 而他也读懂了我的意思 连忙表示是自愿招供的 见状我很是满意 一挥手让王矮虎停了下来 很好 那我问你是谁派你来的 贼人一脸疑惑 这个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但还是老实说到是大皇子派我们来的 听到这话 方女儿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 随即一阵天旋地转差点跌倒在地 见状我伸手扶了他一把 公主你没事吧 叶青哥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哥哥他对我那么好怎么会 公主这家伙就是在胡说八道 大皇子对你那么好不可能会害你的 可我却没有理他 在场这么多人 谁都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是谁做的 即便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也能猜到的大概 随即我再次问道 我们的队伍里是不是有大皇子的奸细 此话一出黄毛顿时就急了 够了 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他明明是孱弱多病的废柴公主 可家里人却都想要置他于死地 甚至从小一起长大的莲儿 也是大皇子派来的卧底 就在刚刚 黄毛想要制止我继续盘问下去 可说话的人又不是我 黑衣人颤颤巍巍地指向了黄毛 见状黄毛果断出手一件 了结了黑衣人的性命 看到这一幕方羽儿被吓了一跳 莲儿你这是在干什么 黄毛刚想要狡辩却听到了我的声音 莲儿姑娘你这是在不打自招 还是在杀人灭口啊 文言他争灵地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也可以与我讲话 可我却没有动怒 还拦住了想要上去揍他的王哀 别急咱们都是看戏的 就别去凑热闹了 这时方羽儿终于理清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他还是给了莲儿 一个解释的机会 黄毛当即跪下哀求道 求公主恕罪 莲儿也是看着贼子属实可恨 才忍不住杀了他 公主啊 莲儿从小就跟着你 十几年的感情日月可见 莲儿绝对不会害公主的 说完还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见状我强忍笑意说道 你不会以为用这么拙劣的理由 和演技公主就会相信你吧 可没想到下一秒 方羽儿弯下身子扶起了黄毛 莲儿我相信你 还是先起来说话吧 虽然我以前一直喊你傻白田 但我现在才知道 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 我应该把白田去掉才对 听到这话 方羽儿用小脑袋思考了好一会 但还是忍不住问到 去掉白田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黄毛跳了出来指着我怒道 叶青你居然敢和公主这么说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话音未落 王矮虎一步上前 给了他一个大逼兜 早就看你不爽了还敢狗叫 黄毛捂着发红的小脸 怎么也没想到这种货色竟然敢打自己 可王矮虎不仅敢打 还直接上脚踹 我去你算了什么东西 到这时候了还跟我装 然而黄毛也不是任人鱼肉的性格 当即掏出长剑就要跟王矮虎拼了 眼看他们又要打起来 方羽儿着急地喊道你们不要再打了 因为这样是打不死人的 眨眼间王矮虎一拳轰出 却被黄毛轻易地躲了过去 就你这种雕虫小技 还是回去再练习两年吧 可话因为落脸上去挨了一脚 你也不咋地吗 怎么还得意起来了呢 接连遭受打击 黄毛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我要杀了你们 只因害怕自己的王位被人夺走 哥哥就要杀死最亲爱的妹妹 因为在别人眼中 孱弱多病的废柴公主 一旦修炼起来便会一飞冲天 就在刚刚 黄毛不打之招 暴露了身份就想要解决掉我们 然后再谋害公主的性命 可不料他只打得过王矮 面对我尽在咽喉的常见 他把最后一丝希望 放在了方云儿的身上 公主救我 文言方云儿有些动摇 叶青哥哥你先放了 莲儿我们有话好好说 莲儿他肯定不会害我们的 这一路上要不是有我们 保护着你都死即摆回了 至于会不会害你 你让这个黄毛自己说 然而黄毛却表示宁死不屈 认你如何折磨 他也不会多说半个字 听到这话 我身上的器官又蠢蠢欲动起来 特别是你的眼睛和你的肾 他们表示想要脱管身体 于是为了压制他们 我只能把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王矮虎 随即王矮虎满脸笑容地走了过来 你给我滚开 要是敢碰一下 我就把你手给剁了 怎料王矮虎笑得更加开心了 到现在了还敢放狠话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怕呀 见状方云儿有些不忍心 于是便想要上来制止 可我却拦住了他 你看着就行了 不想看的话就背过身去 片刻后 不知道王矮虎用了何种卑鄙的手段 竟然让命死不屈的黄毛开口了 之后的询问黄毛的十分配合地回答了 而且没有半点撒谎的意思 然而方云儿却依旧不敢相信 哥哥他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要这么做 文言连黄毛都听不下去了 大皇子是真的想要杀了你 但他给了好多毒药 我都没有给你下 所以我还没有彻底背叛公主 可方云儿却没有在意他有没有背叛 脑海里一直在回想 哥哥为什么要杀我 既然没有彻底背叛 那也就是背叛了 现在给我老实交代 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黄毛犹豫了一下 伸手指向了马车 里面有个定位法器 大皇子就是通过他找到我们的 那好 接下来的问题至关重要 大皇子为什么要杀了公主 方云儿也跟着问道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我 文言黄毛没有犹豫 把大皇子嫉妒他天赋太强的事情 给说了出来 可方云儿却一脸不解 自己这样的哪里像是有什么天赋的样子 况且天赋好就要对妹妹痛下杀手了 黄毛终于被这个傻白田公主给气到了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很弱 但一旦修炼起来实力就会突飞猛进 到时候博主的位置就是你的 而大皇子这么多年的愿望就落空了